是歐美最主要的 主要是因為那個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翻譯小說 它其實是美國的排行榜 所謂暢銷是從那個定義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大量的翻譯用很厚的 對不對 它其實都很近的 那你說 所以像只有 就是說其實在歐美 特別是法文其實不是主流 它不是一個主流的市場 所以我們可能早期翻譯的 那個新桃園是另外一回事 它現在的現象其實是英美的 還是主流的市場 那可能就會有一些小的比較 像譬如說櫻桃園它本身 秋瓜它是學俄文的 所以它就會引進俄文的 那如果說各位對法文那麼的熱愛 就應該都引進俄文的小說這樣 主要是我我覺得這是整個 我都還嫌翻譯小說太多了 我的意思是說 那麼那麼近的這些近代的 可是那個整個 整個市場它取得最容易 然後版權 然後各方面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整個市場 整個那個翻譯的文學市場 幾乎都是朝向美國的 美國的排行榜那邊去靠的 那像英國的 你看劉基班的那個 類似這樣的 其實還是有兩個人 這個 我要講 好 那我們 在最後一個問題 完了以後就讓 我們去 來再 再做個結尾 好不好 還是 中間是有 中間有休息嗎 不用 沒有沒有沒有不用休息 我們就到九點半結束 結束的時候看 大家就要怎麼跟他聊 來那個 Sophie還有問題 沒有 只是就是 要不要講一下這個配影 好 好 其實這一本小說 也有影響到一部 他當然不做安全圈照這個小說的改變 他只是說有影響到這個 這位導演叫做 他中文叫做 雅馬尼克 他是之前有演 他原來是演員 然後 這導演不是你朋友嗎 對 就是這本書裡面 常常因為 也是因為他這個朋友 所以他 因為他 我才開始看了 布萊克的相關的 其他的書 那他這本 這本 中文版叫 五娘人生 可是他好像 台灣也沒有片相近 不過我是在那個 前年去北京玩的時候 找到DVD 那還有繁體中文字幕 那他這個影片主要就是 從這個 秀場後台這本書裡的那個 嗯 氛圍去 他想要去表現 然後巡演 巡演隊伍 然後配合他這個 作為這個 隊伍 等一下 巡演隊 總監 他的那個 一個 四十五 四五十歲之後 中年為一季的 對師 這樣子 那裡面可以 這個影片裡面是可以看到 那個整個 巡演隊伍的狀態 然後還有每一個 每一個表演者 他有各自的 表演戲嘛 會自己在練自己的戲嘛 那可能他們在這種 巡演的過程裡面 都無多少都會有 不管是相仇啦 或者是情感上的失落 就是會表現在 這電影裡面 可以有一個表現出來 那在配合 就是在中間在交叉的一些 中年危機啊 還有家庭失和這些 然後印象中好像 讓永樂坐這邊 會幫忙辦一次 關於這本書 這本影片的放映 什麼時候 幾月幾號 有幾年 三 三月十二會有一個 讀書會 討論這本書 謝謝他主持 然後三月十五號 禮拜五晚上 等一下你從頭再講 也是因為有故意 三月十二號晚上 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會有一場 讀書會 是討論這本書 然後三月十五號 禮拜五晚上 會在這邊 放這部片 然後這個讀書會是一系列 為期兩個月 然後會有 八家出版社來辦 然後每週 每個週二 每週二在這邊 會有 談論不同的書 有八本的 他第一本是這個 禮拜 三月十二 禮拜 OK 連續八週 對 好謝謝 那你再把訊息 放 那個老闆娘會 給我們 然後我們在哲學星期五 幫你們宣傳 好謝謝 因為通常喔 我們哲學星期五 會想辦法 即使跟我們同個時間的 我們都先宣傳別人的 然後原因是因為 這樣大家分三開來一下好嗎 不用都集在一起 今天算是 今天其實我們還很開心 今天人比較少 我們可以好好討論比較輕鬆 不然常常都是 擠得很痛苦 那實在是聽起來也不舒服 所以其實 大家喜歡人多 可是人多 大家可以分開來嘛 分開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今天算是 空氣很舒服的時候 所以我們還可以早點休息 然後彼此比較 像是一開始 折月星期五的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彼此 互相在聊天 跟彼此認識 然後洪君你要不要 最後再講一下 好